福利會不會有影響 That's a good question 所以這個是忽略掉福利的情況之下 就是或者說你假設它的阻力大於福利 對 福利會有影響 如果說你發現了福利的影響比較大的時候 就必須要考慮進去 非常好 但是你呢 因為我們只考慮阻力 所以假設你的速度夠快 所以你的阻力比福利大 你可以不管它的福利 或者是說 對 要 照理講要 很好 那假設不要管福利 那麼你的這個唯一受的力呢 就是阻力跟重力 所以呢 當兩個相等的時候 那它自然就是它的終端速度的地方 這個呢 也就是說 往下掉的時候呢 它的速度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最後呢 就不再增加了 好 那如果是剛講的 阻力跟速率的平方成正比的時候 是要有點改變 所以你剛剛上面講的是 是在液體中做自由下落 那在空氣中 在空氣之中 如果你不是很快的時候呢 這個情況也是對的 我只是畫這個圖當視意圖 所以呢 如果你跑得不是很快的時候 基本上呢 這個式子還是對的 但你跑得很快的時候 我覺得 應該就要跟V的平方成正比 但這件事情也是要視情況而定 應該看說你是什麼樣的空氣啊等等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在書上看到的說法呢 是說你如果像打棒球的 棒球那麼快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用這個公式 不過這個大概是一個經驗值啦 老實講 對 經驗值 所以呢 你就 大概有一個感覺 像打棒球那麼快 他們通常呢 就必須要用這個方法來算 而不能夠用這個式子 他快慢的定 對啦 我就是隨便講 快慢的定就是什麼東西而定 所以那個不見得是一個 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個界線 不同的氣體 不同的液體 他那個快跟慢的界線又不一樣 OK 就是他有沒有可能一開始 如果想速度很慢 是用這邊 然後就是還沒有到 對對對 就是我的意思啊 對對對 所以也就是說 比如說以空氣來講 以空氣來講 在速度不是很快的時候 這應該是對的 OK 但是你速度快到像棒球 打棒球的時候 那麼快的時候 這個是就變得要 就比較重要 對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他是在一個瞬間轉換這樣 我不相信他是瞬間 他應該是兩個公式 兩個混在一起 所以你應該想像出 他就是一個公式這樣連過來 因為搞不好有一個公式 可以把兩個公式混在一起 對 但是那樣子的公式 通常沒有太大用處 因為不會太精確 應該不會有一個公式精確到 如果你能夠寫得下來 通常不會有那麼精確 可以預測 again就是一個近似 你記不記得 我上次說過那個原子力的時候 給你的公式有沒有 那時候我跟你說 那個公式你千萬不要太當真 就是因為那樣子的公式 通常只是一個近似而已 OK 所以你要把兩個連在一起 我相信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能太相信他 OK 你不能太相信一個公式 可以兩種情況都成立 你寧可就是分開來處理 一般物理學家會希望你分開來兩個處理 OK 那你當然會說慢慢慢慢從快變慢 沒錯 那通常的處理的方法就會很複雜 就會很複雜 可能用數值才能夠做 可能沒辦法用這樣的辦法來做 所以總之碰到實際的情況都很麻煩 碰到實際的情況都很麻煩 對 好 那我們先不管麻煩 我們假設呢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它是足力跟速力的一次方成正體 或者是二次方成正體 我們來看看我們能預測什麼 我要整個修改我的運動方式 OK 怎麼修改 當然簡單就把足力給放進去就好了 OK 好 可是呢 因為這個拋體是二維運動 因此呢 我說過 所有的量都必須要用向量來表示 因此 主力呢 如果 我應該把它用向量來表示 好 我們把兩個問題呢 分開來討論 先假設呢 你速度不是很快 雖然我畫一個摩托車 但是呢 假設它速度不是很快 當主力呢 跟速力的一次方成正體的時候 好 我們先來討論 等一下呢 再進到二次方 好 所以速力呢 如果跟一次方成正體 那麼這個拋體的主力呢 大小就會是負的KED 負的表示它是反方向 OK 好 那它的向量表示是呢 真的表示很簡單啊 這有大小了 有沒有方向 有啊 剛剛說過了 主力的方向就是 速度的方向的反方向 OK 好 那速度的反方向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V hat 沒錯吧 V的帽子就表示它是 V方向的單位向量 因此 這個主力的向量表示法 就是等於 負的K乘上V 再乘上V的帽子 同學立刻就想說 V乘上V的帽子 不就是V嗎 你幹嘛這樣把它寫成兩塊 的確沒有錯 各位同學 所以呢 這個V跟這個V帽子 我兩個就把它擺在一起 OK 好 所以呢各位 主力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的向量表示是 就等於負的K乘上V向量 好 所以呢 主力不只是只有 大小跟速率乘正乘 它連向量都跟速度向量乘正乘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 我一直說在這種情況下 在這種情況下 就表示等一下就不是了 好 等一下的事情等一下再說 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主力呢 就是等於負K乘上V向量 現在呢 我就把這個式子呢 帶進去我們剛剛的這個運動方程式 現在呢 我除了剛剛的重力之外 多了一個力 負KB 主力 因此MA呢 現在就變成有兩個力存在 一個力呢 是負的Mgj hat 一個力呢 是負的K力 可以嗎 所以運動方程式 二維的 帶有速率平方 與速率乘正乘比的主力 它的這個運動方程式 那這裡有把這個圖畫給你看 FG呢 是這個 FD是這個 你可以從這個圖上面 more or less呢 就可以看出來 我這個符號呢 所有的意涵都在這張圖上面 OK 好 那有了這個方程式了以後呢 怎麼解釋 數學家 數學家就會跟你說 我呢把它先把M學到右邊來 第二步把它的分量寫出來 OK 方法都跟剛剛完全的一模一樣 所以呢 X方向 X方向A呢就可以寫成X對時間的兩次為分 兩餘 X方向呢 這項是沒有的喔 當然 剛剛你說過了 確實方向沒有 但是呢現在有水平方向的主力 水平方向的主力呢 大小是多少 不是不是 我不是要問主力的大小 我是要問主力的X方向的分量 可是我立刻就知道分量是多少 因為剛剛你告訴你 主力的向量跟速度的向量是正比啊 所以那X方向的主力分量 主力的X方向分量 它就正比於速度的X方向分量 VX 現在只有在求X方向分量 先寫X啊 等一下就寫Y啊 一個個來啊 OK 那這個先寫X啊 可以嗎 所以從數學 這個V的X方向就是VX 對不對 那你從直覺來看 剛剛說過 主力跟速度的向量很正比 所以呢 它就是VX 第二個 Y呢 你要的Y Y對時間的兩次為分 等於 現在Y有囉 垂直方向有囉 負基在這裡 對 主力有沒有Y方向分量 當然也有啊 那主力的Y方向分量是什麼 那就正比於Y啊 OK 寫完了 所以 好 所以呢 X方向的運動方程式 Y方向的運動方程式 注意一下 如果把這項蓋掉 沒有主力就是我們剛剛所討論半天 在打猴子的那個 猴子 多帥的就是這個 OK 這個為什麼VX跟Y 蛤 大聲有聽見 大聲有聽見 為什麼成VX啊 因為你如果選X方向的分量 這個V的向量的X方向分量就是VX 對啊 因為這是常數啊 這就漂亮就漂亮 這個向量表示法漂亮就漂亮在 那你一看這個是V的向量 那在X方向是什麼 那就VX 等一下給我舉一個另外一個例子給你看 不是如此的例子 但是這裡是一次 好 到這裡呢 還是沒有解 還是沒有解出來 但是我強調的就是 到這裡呢 我幾乎就可以回答一個很有用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的垂直方向跟Y方向 還是不相同 對對對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X的這個運動方程式 X對時間兩次微分就是VX 對時間零次微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方程式就是VXDT 等於負的K除以M乘上VX 有沒有Y 沒有 Y呢 來 不用我再唸啦 那你知道我的意思 有沒有X 沒有X 所以 即使有阻力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的阻力的大小跟速度的一次方程正比 你的垂直跟水平還是互相同一 你沒想到嗎 我第一次想到這件事還滿興奮的 因為我想說有阻力應該就水平跟垂直的獨立性就完全消失掉了 Tonsult not the case 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 X方向的方程式還是只有X Y方向的方程式還是只有Y 我兩個可以分開來解 我兩個可以分開來解 好 現在呢我就分開來解 那這兩個解呢 為時間的關係 一個比較簡單 一個比較難 難的為難 快一點 簡單的 簡單你去 你解過了 來 X方向的先 比較簡單的 好 你先把這方式呢 翻到這邊來 所以 VX對時間的微分等於負的M分之K乘上VX 有點熟悉啊 V的微分跟它自己成正比 這不就是 那個原子核衰變的方式嗎 所以不用解 解完了 當然我接下來就是跟 當初一樣的論證 我就不用再唸一次 這個方程式告訴你 速度的函數的微分 跟它自己成正比 這個呢 有沒有這樣的函數 不可能是多項式 它只有指數 我已經上次唸過一次了 一模一樣的 因此我很容易就找到 這個VX的解 因為我知道指數函數 可以滿足這樣的性質 原子核是原子核啊 這個是阻力 而且還是阻力 只有一半的分量 所以 各位 你無以後就常常碰到 在物體的問題裡頭 即使兩個問題呢 完全的不相關 但是很多時候呢 它的數學方程式 非常非常的類似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剪血運動 剪血運動呢 你想像大家都知道 就是彈簧的運動 對不對 但是我到時候就會告訴你 彈簧的運動 跟一個電路 RLC電路 說不定有些從有學過 RLC電路 電路 電路所滿足的 方程式 跟 彈簧 所滿足的方程式 完全一模一樣 彈簧跟電路有什麼關係 雖然說有畫一個 好像彈簧一樣 不過那不是 那是電感啊 OK 電感器啊 OK 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 但是它的運動 方程式是一樣 如果運動方程式一樣的話 解就一樣 不管你是張飛 就是我常常叫張飛跟岳飛 因為說有一個飛字 可是有一個飛字的理由 你就只好都說他們是飛啊 同理 張飛跟岳飛沒有關係 因為兩個朝代差很遠 同理 這個 那個 那個主力的運動 主力拋體的運動 跟上禮禮拜所介紹的 這個原子衰變運動 也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啊 可是因為他們都是飛 因為他們運動方程式長得一樣 對 他們幾個都一樣 OK 好 我就給我再唸一次 但是也可以稍微講快一點 這個呢 表示說 這個函數的微分 跟它自己成正比 比例常數呢 是負的K屬於M 根據我們當初的經驗呢 我會取呢 這個X前面的這個加歐的這個 常數呢 為這個常數 因此我很容易就可以猜想出來 我的這個VX呢 就正比於 Exponential 表 負 KM 除以M 乘上T 可以嗎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我講得快一點 因為這個就跟上次以為一樣的結果 好 但是呢 上次還有一個說法就是 除了這個解我還可以在前面乘上一個C啊 我說過 哦 這又發生了一次 一樣的方程式 當你去解的時候不是只有一組解 一樣前面可以乘上一個C 為什麼 然後整個上是一模一樣的方程式等等等等等等 而這個C的大小在這邊扮演的角色呢 當然就跟當初的起始的這個數量是一樣的 在這裡呢就是起始的速度 起始的速度 OK 所以呢我現在就知道我的VX呢 就可以寫成VX0一開始的速度 乘上Exponential的-K÷M 算完了 其實什麼都沒做 我就把上禮拜的結果翻過來 可以嗎 竟然沒想到主力的X方向的這個運動 主力的拋體的X方向的運動 就跟當初的那個原子的衰變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呢它的速度呢會隨著時間越來越小 而且是一個指數递減的關係 每變 每固定時間就變成原來的二分之一 每固定時間就變成原來的二分之一 這個上次都介紹過 OK 好有沒有問題 所以已經解完了 其中一部位已經解完了 好 沒問題喔 另外一個部分呢比較稍微難一點 原因就是因為Y的方向呢 除了這個主力的向之外 還有一個負基 還有一個負基 可是這個呢就要用一點點數學的技巧 這個數學的技巧呢 在很多的這種 多一個項的這種情況之下都好 都可以用得到 就可以用得到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我的技巧呢就是我發 我可以這樣子來改寫我的這個方程式 這個是負G減掉K除以M乘以BY 但是我可以把這兩個項呢 把它合在一起變成是一個項 寫成BY加上MG除以K乘上負的K除以M 就是把這兩個項也就是把這個常數項 把它吸收進來BY裡頭 好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原因是因為我吸收進來以後 這個小括號裡面的這個傢伙呢 他的微分跟BY是一樣的啊 因為兩個只差一個常數嘛 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技巧 說穿來不值太多錢啦 但是呢數學技巧而已 好所以呢 這個小括號裡面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跟原來的BY只差一個常數 所以呢它們兩個之間的微分會相差 所以左手邊的這個BY對時間的微分 其實呢就等於大V對時間的微分 而現在右手邊呢是負的K除以M乘上大V 所以這個V呢滿足了方程式 它就跟剛剛的小V一樣 哈哈 講完了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大V算出來 那我就可以把小V給算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 這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技巧 但是呢就讓我們可以把這個結果算出來 所以我說這個大V呢 大V沒有什麼物理意義 但是呢它就是一個數學技巧 那只是呢現在很明顯看出來 這個大V的行為 跟之前的這個水平速度小VY 小VX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解就必須要一模一樣 所以就寫成V0 exponential的負K除以M乘T 那VY呢就是寫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大V 小V呢就是剛剛的大V 減掉你多出來的那一項 所以就把你移出來 算完了 那這個結果當然不需要背 這個只是給你一個技巧 所以就是這樣 那這個呢到這裡我只算出VY 照理講你還要再進一步把Y給算出來 那當然如果再把Y算出來 大概就來不及一交報告 或者說大家都睡著 所以呢 我在我的那個 在我的那個網頁上面有一個 微分方程式的講義 有講義 就是連Y都可以算出來給你看 OK 所以如果還是很好奇說 我到VY是長這樣 那我Y到長怎樣 那你可以看我的那個講 我今天晚上就把它放在網頁上面 好 所以呢 VY在水平方向就有一個 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它的行為非常非常容易可以認得的 就是它的速度呢基本上呢 是慢慢慢慢慢慢增加 慢慢慢慢增加 好慢慢增加 但是呢增加到一定程度的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我現在也講時間的關係 也講不了那麼多 那你差點慢慢慢慢增加增加 增加到這個地方 它就變成是0 就變成是一個 速度就不再改變 原因就是因為呢 在這個方程式裡頭 時間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一項呢就變得越來越小 OK 變得越來越小 所以這一項到後來呢 就變成是0 當時間變大的時候 自己想想看 所以呢 這個時間變得越來越大 這一項就變得越來越小 那麼第一項呢就變成可以忽略掉 因此就剩下一些長數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的行為 那這個呢 當然你現在應該不覺得意外 因為這個就是所謂的終端速度嘛 好 剛剛才剛剛講過而已 OK 好 果然呢這個結果是對的 好 所以呢 這個阻力之下的這個 拋體會長怎樣 你看 我當年還可以用一個軟體 用那個Jobar 來把它做一個模擬的時候 這個是我所畫出來的這個軌跡 它的軌跡呢是長的像這樣子 那在這個軌跡裡頭 這個橫軸當年會動啊 但是後來你知道現在電腦不能用那個Jobar 當年用來畫這個軟體的Jobar是不能用的 所以呢 它現在的那個security越弄越緊 所以當年那個不能用 所以呢 照理講當年這個不是會動的 好 Anyway 總之呢這個就是那個 加坡的一個屬立下的拋體 它的這個運動的軌跡 運動的軌跡 我在畫的時候呢 是把這個水平方向用這個東西帶進去 垂直方向用這個帶進去 得到結果就會長得像這樣 那你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那我同時呢 給它一個自由落體往下掉 那你很明顯看出來呢 在任何的時間點上面 它的位置呢高度都是一樣的 水平跟垂直互相注意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往水平的方向跑 它事實上呢它垂直的位置都是完全一樣的 OK 好解完了 到這裡就完全解完了 好 給大家幾個原則 然後我就開始進入到B平方 B平方就告訴你開頭 我們就可以休息了 就可以幫你走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呢 再一次 一般的代數方程式呢 通常只有一個解 我通常就說呢 這是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空間 可以讓你wiggle 英文的wiggle 就是因為你扭來扭去 OK 所以呢 2x加1等於2 那你這x就是1 2分之1 沒有辦法多說的 OK 就好像開這個寶石解 不是 這個是那個法拉利 但是呢 微分方程式的解 你必須要自己挪出一些空間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有機時條件 你還有機時條件 你為了要滿足機時條件的關係 你自己點挪出一點空間來 所以你必須要不能開法拉利 你要開寶石解的 而且不是一般的跑車 你要開SUV 要夠大才行 你要在裡面挪動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你要怎麼挪動空間 你已經看到兩個例子了 一個例子呢 是在前面乘上一個常數 另外一個例子呢 是加上一個常數 有沒有 這就是你今天所學到的東西 好 這個挪動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只有這樣一個挪動的空間出來 你才能夠放棋子條件 那到底是乘上一個呢 還是加上一個 如果是其次方程式的話 它是乘上 如果是非其次呢 是加 我下禮拜再告訴你 對 下禮拜再告訴你 但是我就告訴你說 它有一些判準 可以讓你很容易的判斷出來 時間的關係 下禮拜 但是呢我希望讓你看完這個再走 好 如果有個速度的平方長正比 很快喔 再兩分鐘就好 來 所有的東西 為什麼說兩分鐘就好 因為跟剛剛都完全一模一樣 大小是等於V的平方 那麼它的向量表示是呢 剛剛說過 大小乘上V帽子 跟剛剛最大的差別是 剛剛是V的一次方 所以V跟V帽子合起來變成V 有向量 可是現在多了一個V在前面 你們發現 所以呢 你現在的向量表示是 是負的D D是一個常數 乘上速率再乘上速度向量 所以你發現了沒有 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 你的阻力就不再跟速度的向量成正比 因為前面多了一個速率 你想說喔 會怎樣 來 我們一樣照寫 你把剛剛講的這個向量表示 把它擺進去 然後你一樣把它的這個M呢 除到右邊來 你一樣跟剛剛一樣呢 把它X方向的分量寫出來 把它Y方向寫出來 因為這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直接講過去 或是下禮拜我再講多一點 重點就在於 這個主力的X方向的分量 還是Vx 然後呢 V有在這個地方 它的Y方向的分量 因為是V向量 所以呢 還是VY V呢 還留在這裡 不幸的就是 這個V呢 V等於什麼 V等於VX比方加VY比方 為什麼是這樣 速率啊 速率啊 V是速率啊 所以速率跟你的X方向的速度也有關 跟你Y方向的速度也有關 各位第一次見面 所以呢 這種情況之下 一定的話就是變成這樣 因此 你的X方向有沒有Y 你的Y方向有沒有X 所以 X方向跟Y方向的獨立性就不再存在了 我還沒有解 我也不會解啊 這個方向是寫成這樣 你說你會解嗎 這樣不會解 但是我不用解 我就立刻知道 在這種情況之下 垂直跟水平的獨立性就不再存在了 因為你的Y方向裡面有X X方向裡面有Y 兩個水乳交融 你終有你我終有你 沒法啦 那這個方向式呢 只能用數值方法解 下禮拜再介紹 下禮拜還要用 Reverb來介紹 但是我最後給你看一張圖片 就是我用這樣的數值方法呢 所畫出來的 這個就是這個 拋體 你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如果是垂直往下掉的自由落體 跟一個拋體 它的垂直的獨立性存在 OK 這是順值方法算出來的 的確是一次 好 希望這個大家有點興趣 蠻好玩的吧 好 下禮拜再說 不要忘記了 在下禮拜二之前 有一個網路集體 那基本上還是 課本的這個 牛頓力學還沒有這麼複雜 還沒有這麼複雜 所以不用擔心 把好了把它做好了 OK 有一些細節 今天來不及交代 下禮拜再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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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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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